杨大哥 咱现在是准备这个 咱们现在磨豆浆 等一下点成豆腐 这是我们这个原生态的石墨 咱们这个豆浆一会儿 就是做豆腐的时候 用什么点啊 用酸汤 这个酸汤是老酸汤 老酸汤 发酵过的 不是用卤水点的 不是卤水 就是用的纯天然的酸汤 这酸汤是怎么来的 就是上一次做豆腐 成绩下来的 发酵之后它就是酸汤 发酵之后就能点了 是吧 对 大家看啊 现在这个豆浆出来了 等一下拿去煮 煮 煮 再点一些卤水 是吧 对 贵州有很多地方 都用酸汤点豆腐 豆腐制作过程中 会产生黄色的姜水 将这种姜水装入坛中 发酵两三天 就成了可以点豆腐的酸汤了 石墨推出来的豆浆 格外细腻 煮开之后 经过酸汤点化 变成了深受福泉人喜爱的豆腐 干杯 煮爆炉人喜爱的豆貝